B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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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na shout it for you For better hours, every day we need sunshine You know that how we feel like, that's why we make it alright So show my heart and we feel everything 余生俱来的洒脱,从不会被削弱 点缀成梦的一刻,用快乐的爱紧握 一幻想擦肩而过,却在现实中颠簸 是这有自信的态度,不会再陷入窘窃的漩涡 谁把我出错的自我,说不起的迷惑 谁的另外一种灾了生活,有梦想的脉搏 完美的情感受,轻轻的不管被俘过 视线开阔阳光的天空,梦想来触摸 谁把我出错的自我,说不起的迷惑 期待了晚宇宙 散了生活 有梦想的埋伏 完美的去感受 幸运的目光被复活 视线开阔阳光的天空 梦想来触摸 文鱼 你终于回来了 怎么了 再从你被骗了之后 你就消失了 我们还担心你呢 你脸怎么了 跟人打架了 没有啊 那你脸上怎么会有血迹 好了好了好了 别去想它了 你就是把那些树干都打断 那些钱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还给你的 不提这些窝囊事了 给我来碗招牌面 特制肉五堂面 你是胃口好呢 还是找我的面出气啊 好 别再难过了 越是遇到挫折 越要勇敢的面对 说得对 给我来瓶冰啤酒 怎么 怕我付不起钱啊 我今天不到十五分钟就挣了两百块钱 看什么呀 去拿呀 兄弟 面来了 怎么 不会噎到吗 不会吧 吃面都吃到掉眼泪 老爹 我开业到现在 你算是第一个 你们家的面太辣了 我没放辣椒啊 可能是胡椒吧 我也没放胡椒 我眼睛里进青年了 行不行 行行 你眼睛里进骆驼 我们也相信 怎么样 上海不好混吗 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浑身蒙进 倒就好 都是浑身是伤 像我这样 还有一份 未来可以期待的事业 不多了 你甭劝我 我想好了 在哪跌倒 我就在哪爬进来 自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处处不留爷 也无打地铺 跑 有志气 爷我非常郁闷 你能来吗 多少钱 买单 把这件包起来 好的 您好 您好 您是严小姐吗 是 你是谁啊 有什么事吗 我是上海交警队 严小姐 您收到超速的通知单了吗 是啊 我是被一个开法拉利的人 给害的 你们应该去调购他的车 别让他又出来闯祸 你真是好耳利啊 你不知道天蝎座的女人 在恨一个人时 眼耳都特别灵灵吗 那你是典型的天蝎座了 所以你少忍我 别忘了 你我可是冤家的缘分 你打电话想告诉我什么 也没有什么 什么时候去交通队 你要帮我缴罚单吗 本来罚单的事 是助理帮我处理 既然你这么说 下午三点我去交通队 再见 再见了 我看你 还能坚持多久 轩儿 发生什么事了 我找到我爸爸了 真的 那恭喜你了 他是不是长得很帅啊 我发现我是基因突变 基因突变 那你告诉我 他是不是很有钱的大老板 别提了 怎么了 我来上海前 就一直幻想 他是一个有钱的大老板 而且是特别有钱的那种 公司多得数不清 可是没想到 他竟然是一个清洁工 根本不是什么大老板 吓着我 连任他的勇气都没有了 拔腿就跑 我心里越想越郁闷 没想到 自己不但不是故二代 还是一个穷二代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本来以为 见到我爸 他会补偿我的一切 会给我一大笔钱花 我就可以把借你的钱 加一倍的利息还给你 就可以把我刷爆的信用卡 马上还清 可是这一切 现在都已经没有指望了 我刚好在心 干脆从这里跳下去 一了百了算 你想干嘛 我 我怕你会想不开 姐 我是那么脆弱的女孩吗 你比韩国的野蛮女友还凶悍 那就对 这位先生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压在姐身上 轩儿 我觉得 你不应该这么做 什么意思 我会想办法还你的钱 不 我是说 就算你爸爸是清洁工 你也不应该不认他 毕竟 他是你的亲生父亲 咱们做儿女的 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亲 我知道 你是个好女孩 我相信 总有一天 你一定会见到她的 喂 你可别一顶高帽子 扣在我头上 且我可是很叛逆的女孩 再说 我从你眼神里 看到的是单纯和善良 我相信 你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好了好了 别说了 你对我的好 我知道 可是 人家美丽的幻想都破灭了吗 关羽 你是不是咒我啊 坦厌 你下手可真狠啊 那谁让你说我比野蛮女又害羞很霸道的 活该 活该 别打了 兰轩儿 我今天受到的侮辱和怨气 本来想从你这儿得到安慰 没想到 你不但不安慰我 反而对我下手这么狠 怎么 你又被枪毙了 必被枪毙 还要悲情 真的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很守时吗 你也很守时吗 把罚单给我吧 罚款我替你交 你认为我会在乎这点钱吗 要不是你我也不会超速 那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你说呢 其实 你来是想知道我会不会准时到 换句话说 你想晕我 真是冰雪聪明 怎么 连礼物都准备好了 你就这么肯定我一定会来 面对天蝎座的女孩 有时候需要碰碰运气 显然你今天的运气不错 怎么样 喜欢吗 这样呢 没想到这么大的公司 将会做出这么悲罪龙龙的事 简直太不把人当人看了 冠冠 你好可怜啊 你这人也太没鼓起了吧 我怎么了 你干嘛回去点那两个钞票 这样做错了吗 当然做了 要是我的话 我就当场把那钱撕碎 扔在他脸上 然后就啪啪 像他两个耳光 让他在所有人面前都难看 小傻瓜 这总比你用拳头打树发泄得好 看看 手都受伤了 你说得对 我想回去了 好啊 走啊 不 我的意思是 我想离开这儿 离开上海 离开 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步 为什么 我觉得 我根本就不属于这里 我今天来这儿 就是想和你道别 没有遗憾地走 我也曾经想努力 我也想打出一片属于我自己的天下 你闭嘴 遇到这么点挫折 你就受不了了是吧 关羽 算我看错你了 你就是一个懦夫 胆小鬼 算什么男子汉 遇到事情就只会逃避 从小到大 再大的痛苦我都经历过 我哼都没哼一声 这是为什么 以为我想证明给别人看 算我看错你了 我原来以为 你是一个坚强的男人 一个会为了理想而坚持的人 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脆弱 我看你干脆跳到湖里 一了百了得了 轩儿 我知道错了 你别再说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没想到你怎样敢偷袭我 看来上次在酒店你是故意装清纯的 怎么就没看出来 真的 喂 你干嘛 躺在地上装死啊 喂 关羽 关羽 你可别吓我啊 关羽 关羽 你怎么了 怎么会有血 怎么会晕倒呢 关羽 你很快 挺了 还提人家动 我 我脑袋撞到石头了 现在还晕晕的呢 你快起来了 我头好痛啊 好痛啊 救命啊 救命啊 顾奶奶 别喊了 别人 还以为我对你怎么着了呢 那你有本事再装 你头好点没啊 还痛吗 没事儿 医生说就是有个小伤口 轩儿 你不会怪我吧 怪你什么呀 你不记得了 你脑子又没被撞坏 失忆了 你是说 你是说 偷亲我的事儿 什么偷亲啊 这么浪漫的事儿 被你这么一说 怎么好像就变成坏事儿 见不得人似的 本来就是啊 这只是给你一个教训罢了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偷亲我 你的客户摸你一下大腿 就被敲得头破血流 我不小心亲你一下 也是头破血流晕倒 你真是太可怕了 说真的 我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那你以后 少招着我 轩儿 我跟你开玩笑的 你呀 就是因为太可爱了 所以我才会头破血流 没出息 你呀 就是不上电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要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 用来 喝啤酒 关于 我就想嚇死你了 给我站住 站住 好好好 我答应你 我会努力的 我会努力上进闯事业 不管发生什么困难 都不离不弃 永远和你在一起 那我也答应你 不管我爸是什么样子 我都不会放弃 我都不会放弃跟他相认的 老哥哥 看来你这头没白状 你最讨厉恨你爷们儿 整天哼哼哩哩哩哩哩哩哩 不敢面对心事 好 那我是爷们儿吗 在我眼里呢 你说的 那我告诉你啊 以后 在一个纯爷们儿面前 不要总是老气横秋 要把姐姐的挂在嘴边 懂吗 啊 庆祝我们的特殊缘分 干杯 干杯 来 轩儿,为了今天你我的承诺,打扣扣,干杯。 干杯。 其实,你今天能陪我吃麻辣烫,我特别开心。 说真的,我最爱吃的就是麻辣烫,但是怕你会笑话我,所以我才会。 激情消费? 怎么,你也开始消化我了? 没有,没有,我是逗你开心嘛。 这句话最爱听,好吧,干杯。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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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今天吃得开心吗 我太开心了 我太开心了 这下你清醒了吧 我想杀人 我没注意 抱歉啊 抱你妹 我不能再喝了 好好休息吧 我太开心了 赵红布 你给我出来 怎么 怕我骂你 离家出走啊 不是 我妈常说 只要有女士在场 一定要穿着整齐 这是礼貌 那你也太有礼貌了吧 领带都打上了 在西方 带领带是礼貌的代表 算了 看在你这么有礼貌的份上 泼水的事我就不追究了 做人倒霉吧 谢谢 快去洗澡吧 别感冒了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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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 麦克 过来 喂 这是什么地方 怎么了 我的家 我怎么会躺在你的床上 昨晚你喝多了 我把你抱在床上 那你有没有对我做什么 做了应该做的事 什么 不可能的 我不是这么随便的女人 睡得好吗 告诉我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什么 就是 对我做了不该做的事 我这个人是有原则 从不对喝醉的女人做什么 是吗 是不是 你不知道吗 讨厌 这可是我的洁癖 王子 早餐准备好了 他是谁 我的管家 走吧 吃早餐去 strange 一下子 咱们 他 就是 你 你 是 señor 是 怕 exting Disney 怎么办 我要去坐牢了 你在说什么呀 你看 成都人民法院通知 现在有三家银行起诉你用信用卡恶意透支 收到本通知 请尽快和相关银行办理还款手续或说明 否则将由我愿正式立案审理 我再怎么办呀 天哪 谢谢你送我回家 不用客气 什么时候再见 要看我的行程安排 嗯 那就电话联系吧 好的 轩儿 那怎么办 你信用卡被冻结 银行专员说要你在一个星期内把欠款还清 我上哪去涨那么多钱啊 要不你先把利息还上 不然银行会通知法院起诉你的 是他们说的 每个月消费到一定额度就会有奖励的 我每个月都消费了 怎么会变成恶意透支呢 他们是鼓励消费没错 你也可能不知道 你所用信用卡刷出去的每一笔钱 都是银行借出去的 那都是要还利息的 这些利息如果过期不还 那就会产生循环利息 越滚越多 到最后他们就会告你 信用卡恶意透支和诈骗 诈骗 可是我还了呀 可是你还的 哪有刷的快呀 那是激情消费 刚才那个是你的男朋友 就是刚认识的一个朋友 怎么 你在美国留学 别的没学会 就学会了开放的一套 爸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昨天晚上没回家 是不是睡在他那儿了 我喝多了 在他家睡着了 语环 你怎么给这样的 爸 我跟他又没有怎么样 你别操这个心的 他叫什么名字 做什么的 他叫刘达明 是歌唱界的天王巨星 这 嗯 关羽 我想问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你可不可以借我十五万 啊 十五万 嗯 我爸给了我一万块钱来上海 被骗了五千 借给你两千 加上和你一起去激情消费 剩下的也就一千块钱了 真的没有啊 我真没有了 看来我只有离开上海了 啊 你 你要跑路啊 别说那么难听 就叫浪迹天涯 好 那我就陪你浪迹天涯 那首先 咱们得解决路线问题 为了确保一路顺风 我们得先规划好 逃亡路线 咱们一路向南 先到云南 转站大理 咱们先在大理落脚 然后 咱们可以去丽江玩几天 啊 太好了太好了 我一直都很想去丽江的 嗯 不行 那是旅游景区 人多嘴杂 嗯 不脱不脱 嗯 那咱们 转到缅甸 对了 你有签证吗 那就只能选择偷渡了 那如果我们到了缅甸 他们还不放过我们怎么办 嗯 那咱们就 转站泰国 不行不行不行 泰国正发大水呢 要不然 就改走水路 前往日本 我反对 日本跟我们国家有仇 对对对 那咱们就 一路向北 到西伯利亚 好 算了 那边太冷了 你会吃不消的 而且听说 那边经常有喝醉了酒的醉客 冻死在街头 算了算了算了 我再想想吧 天哪你别再说了 我看啊 还是还钱比较简单 那你怎么还啊 我看啊 我还是去找那个饭店想想办法 不行 我坚决不能让你去 这样做他 会以为你犯贱 娘入虎口 哪还能用全尸啊 我还是 再想想办法吧 就你 就算你天天卖鞋 也卖不到15万 关于 我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 我已经很感动了 你是我在上海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你是好人 所以 今天 是我在上海待的最后一个晚上 我们找个地方爽一下 真的啊 你也这么想 还是不多了 我们走 走 玉环 我不想干涉你交什么朋友 可是你也知道 歌唱界娱乐界 非常的复杂 八卦新闻不断 爸 你想跟我说什么呀 我虽然没有出国留过学 但我也不是古板的人 我可以接受你有这样的朋友 甚至是男朋友 但是你要懂他保留 懂他保护自己 明白吗 爸 你的意思是接受他了 不 应该的说是不排斥 那有什么分别 我们只是刚刚认识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 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宝贝女儿 将来在感情上受到伤害 事先提醒你有个心理准备 毕竟像他这样的大明星 身边想要接见他的女人太多了 我知道 我会留意的 好 那我就不多说了 快吃吧 爽 轩儿 轩儿 这儿的日本清酒是无限量供应 咱们喝个爽 你想干什么 想把我灌去 才没有 我可不想头破血流的晕倒 喂 人家那是不小心 你怎么还记仇啊 爷们我 才不会小鼻子小眼 记什么仇呢 这儿的鲜虾不错 快吃吧 嗯 关羽 我如果离开上海 你会想我吗 说句会有这么困难吗 会 一定会 我一定听听到会想你 喂 你小声一点 这么浪漫的话 你怎么说得像喊口号似的 我没有再喊口号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为什么相爱的你 总是不能在一起 你说的是我们吗 难不成 你还有别的男朋友 我说的是我妈 我妈告诉我 她跟我爸是一见钟情 两个人非常的相爱 可是我爸她有老婆 啊 过于压力 她只能练练不舍离开我吗 我要离开上海 也是迫于压力 所以我就想不到 我可疑的吗 好 你好 你好 你是哪位呀 你打电话 还问我是谁 颜小姐 刘达明 我手机怎么会在你那儿 不知道 可能她知道主人的想法 自己跑过来的 可能是我掉在你房间的吧 怎么想我了 不敢 有太多的人想你了 我可不喜欢跟那么多的人 一起分享 你这种星座的女人 就是占有欲太强了 是吗 你明天能把我的手机还给我吗 那要看什么时候 我一早要去拍广告 拜托了 我里面存了许多朋友的电话 如果没有手机的话 根本没有办法联系 明天中午可以吗 我跟导演商量看看 那谢谢了 还有一件事情 你来之前 可以帮我买几束漂亮的花吗 好的 你要多少 当然越多越好了 谢谢啊 明天见 拜 拜 轩儿 你喝多了 没事儿 我就是有点儿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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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你 你 你 台湾 喂 爸 我刚刚跟主管应酬吃过了 您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在你那个银行卡上 先汇到二十万 你明天去看一看 是不是到账了 二十万 你的房子看得怎么样了 有没有合适的 那个 我最近 我觉得房子都太贵了 行 没关系 房子是一辈子的事情 一定要好好选一选 那就这样 拜拜 怎么会这么巧 这下男轩让有救了 不 不行 这是爸妈多年以来 省吃俭用的钱 是用来买房子的 我绝对不能因为儿女情长 擅自挪用 这要是让老爸知道了 肯定会杀了我的 您好 您好 那个 能麻烦您帮我看一下 我卡里有多少钱吗 好 请稍等 麻烦请您输一下密码 先生 您的卡里 总共是二十万零一百二十五元 请收好您的卡 二十万 是 减压师 什么东西啊 这么高收入 刘大铭 盐玉环小姐在吗 在 挺进 干杯 就在这边 天呐 刘大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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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好漂亮 是啊 谢谢你送的花 你的手机 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玉环 你们家往多久了 讨厌了 玉环 请刘大铭跟我们唱首歌吧 对啊 对啊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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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铭 大铭 你就唱首歌满足一下他们 来 停一下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看看 快走 快走 大铭 大铭 你生气了 颜小姐 你是在耍我吗 今天是我生日 我只是想让我朋友见见你 那你可以告诉我 我非常讨厌这种安排 我非常讨厌这种安排 懂吗 对不起 想抱着你 用尽力气 你的相讯 为让我如此的着迷 怕来不及 你已离去 留我依然在初见的目的地 翻着雨里 过了一季 往事历历在心却又 不曾提及 你的信息 不愿删去 不愿删去 太过承密 爱 沉吻你的气息 每一条我们曾走过的路 每一本我们曾看过的书 都会将它拖破 想安放 用力刻在想念的深处 每一种感动你的情歌 我都为你在心里 我都为你在心里陌生哼着 感情是多么 需要保护 可重温 每一条我们曾走过的路 每一本我们曾看过的书 都会将它拖下安放 用力刻在想念的深处 每一种感动你的情歌 我都为你在心里陌生哼着 感情是多么需要保护 很多通温 我在心里陌生隔渍 每一种未時陌生 — 聊天 感谢观看